那天早上醒来,我习惯性拿出手机查看。家族群里有82条未读消息。我打开群聊,从第一条新消息开始阅读。是公共半夜发起的聊天,那时我和同军已经睡了。只看了几句,我便气得浑身颤抖。公共虽然没指名道姓,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他在骂我。 现在老的就是最活该的,养着小的,还要被小的压榨。向小的借点钱,还得被追着屁股所债。这日子还有什么笨头?二叔见公公受了委屈,自然心疼,立刻显聪明,判断出源头。 我那大侄子忠厚本分,肯定不会惹大哥生气,如果我没猜错,肯定是你那不省心的儿媳妇气的。 姑姑发出一个愤怒的表情,很快加入,说她早就看出来了,这个儿媳妇不是个省油的灯,还教公共如何才能拿捏我。 接着,其他成员也迅速加入讨论,还爱特同军,让她赶紧出来表态。 这个家族群,是公共这边的长辈,以及直系亲属群。 我这种外姓人,本不应该在里面,是同军那天喝醉了,非把我另一个微信号拉进来。 我也没敢昵称,大家也不知道那人是我。 我一巴掌拍醒同军,让他立刻去看聊天记录。 同军也被聊天内容惊住了。 他赶紧给公共打电话,问他为什么在群里说那些话,看到亲戚们谩骂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,心里不难过吗? 公共辩解,说他昨晚喝多了胡说八道,本想把消息撤回的,可已经来不及了。 你跟你媳妇解释一下,酒后胡言乱语,别当真。 我简直无语,依旧为幌子遮盖自己的错误,亏他还是个长辈。 同军让公共赶紧去家族群里解释一下,我们绝不能背这黑锅。 很快,公共在群里发了一句话,我昨天晚上说的都是醉话,翻篇了呀。 二叔秒回,大哥,你怕他们干什么? 我今天就去找同军,让他好好管教他媳妇。 嫁过来才半年,就这样飞扬跋扈,将来还不把你们扔墙头上。 众亲戚又结伴出来生缘。 同军忍无可忍发了一句话,麻烦别掺和我家的事情吗? 所有子弹又都飞向同军,嫌他娶了媳妇,忘了爹娘,简直就是白眼狼。 同军气得直接退群。 众亲戚又是一阵讨伐,说这小子知识都学里肚子里了,一点素养也没有。 我肚子都要气炸了。 我爱特所有人,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诉说。 如我所料,群里突然就鸦雀无声。 是啊,谁会料到看起来慈祥可亲的公公会做出这种龌龊事来。 结婚第二天一大早,公公突然给我发微信。 小童,爸想拜托你帮个忙,不过你一定要替我保密,连同军和你妈也不能告诉。 公公如此客气,我这个出为儿媳妇的,自然赶紧表态。 可没想到,公公向我借十万块钱。 公公哽咽着说,他一个朋友遇到难事了,向他求助,两人交情不错,他不忍见死不救,奈何他手里只有几千块钱,杯水车薪。 我手里确实有钱。 婆家才给的十万块钱彩礼,我一分未动。 十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。 公公在这个时候,突然向我借钱,我心里觉得很不得尽。 我正犹豫该如何决断时,公公又说,爸知道,你手里有钱,你放心,最多半个月,爸就还你。 我无奈只能同意。 可三个月过去了,公公绝口不提还钱的事。 我也不好意思开口。 又过了两个月,我实在忍不住,就委婉向公公提起这事。 公公很不耐烦地说,我们是一家人,我还能骗你。 我现在手头确实没有钱,你能不能大人有大量,行行好,再宽限我几天。 公公不音不扬的语气让我心里极其不适。 但顾及她是长辈,我也没和她计较。 周末那天逛街时,我遇到以前的同事,她婆婆和我公公曾是公友。 同事问我,你婆家在西苑小区是不是有亲戚? 我一连猛,没听童军说起过。 同事告诉我,她领导家就住西苑小区,前段时间她去领导家送文件, 看到一个女人挽着公公的胳膊,样子挺亲密的。 挽着胳膊?哪怕是亲戚,也不至于如此亲密吧? 难道公公在外面养了女人? 联想到公公给我借钱的事,我内心顿时警灵大作。 我想把公公向我借钱的事告诉童军,既怕遭她埋怨,又怕她生气上火,把事情闹大。 纠结几天后,我觉着还是先把钱要回来为妙。 过程是非常不愉快的。 公公又是那套说辞,自家人,至于逼迫这么紧吗? 我如果真有钱还能不还? 再说,这钱本来就是童家的。 我瞪大双眼,这钱既然以彩礼的名义给了我,就是我的。 什么叫本来是童家的? 公公便开始抱怨,娶我用了多大成本,又是付房子首付,又是攒彩礼钱,说我娘家人太实力,钻进了钱眼里。 我气笑了。 那您可以一分钱都不用出,让童军打一辈子光棍就好了吗? 公公就顺嘴说,他其实早就帮童军物色了女朋友,人家一分钱财里不要,都是我横插一杠。 我简直气炸了。 回家后,我先质问童军。 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的初恋,纯粹骗人。 童军哭笑不得,发誓说他确实和那女孩相过亲,不过是公公逼的,之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。 思量再三后,我把公公向我借钱的事向童军坦白了。 童军当时就毛了,嗓门提高了八度,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呢? 要出大事了。 问他会出什么大事,他也不说,只是随手拿起外套就往外跑。 等我反应过来追出去,车子已经驶远。 当我赶到婆家,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 战争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。 客厅满地狼藉,连公公最喜爱的青花瓷瓶都摔得粉碎。 公公粘头八脑,坐在沙发上抽烟,卧室里传来婆婆的嚎啕大哭声。 我听见童军在劝婆婆,妈,您到底吐我爸什么? 饭不会做,衣不会洗,还动辄惹您生气。 十年前,您要是听我的,至于有今天吗? 婆婆委屈地哭着,我那么信任她。 我以为他们早断了,谁想到她竟然还花钱养着那个女人。 我惊得张大嘴巴,公公竟然婚内出轨。 还不止一次。 我站在门口尴尬至极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。 纠结了几秒钟后,我决定直接进卧室劝慰婆婆。 我刚抬脚,公公突然疼得从沙发上站起来,直接冲向我,不由分说就给了我一巴掌。 童家娶了你真是到了八辈子的血眉,这个家要是散了,你就是罪魁祸首。 我又气又怒,龌龊事是她干的,倒把使盆子扣我头上。 童军闻声跑了出来,她把我拦在身后,怒目斥责公公。 爸,您凭什么打小童? 您做了对不起我妈的事,和小童有什么关系? 怎么没有关系? 如果不是小童借钱给你爸,她哪来的钱劈腿? 婆婆突然走出卧室哭诉说,我再一次正待。 婆婆的意思,公公之所以搞婚外情,就是因为有我在经济方面的资助。 错的人竟然是我。 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。 婆婆见我哭了,依旧不依不饶,你借钱给她,为什么不问清楚她借钱用来干什么? 我告诉你小童,如果她去做了违法的事,你就得陪她坐牢。 妈,您这么说就过分了。 小童也是一片孝心。 童军替我辩解。 孝心? 谁家儿媳妇上赶着鼓励公共婚外情? 我也是被气猛了,我什么时候鼓励我爸去婚外情了? 如果知道他是去做这种破事,打死我也不会借钱给他。 别的不说,你爸借钱的事,你为什么瞒着我们? 婆婆质问道,是我爸要求我替他保密的。 如果他杀了人,你也替他保密? 婆婆继续质问。 见我和婆婆吵得不可开交,童军黑着脸朝婆婆吼,说哪怕小童不借给我爸钱,难道能阻止他背叛家庭吗? 能不能不要把我爸的过错怪罪在小童头上? 婆婆哭得更响了,说所有人都和他作对,连最贴心的儿子也向着自己的媳妇,他还不如死了算了。 我直接摔门走人,听说战争在童军大姨到场后才结束。 童军大姨把公公骂得狗血淋头,公公最后向婆婆下跪道歉,婆婆原谅了公公。 婆婆如此轻易就原谅了公公,令人咋舌。 但令人气愤的是,婆婆表示,公公借我的十万块钱不还了。 说谁也没逼着我借钱,是我自愿借的。 这简直是无理取闹。 可婆婆说,首先,这钱来源于彩礼钱,原本就是童家的。 其次,这钱用去做伤害家庭和谐的坏事,没有追究我的责任是看在一家人的面子上,已经万分仁慈了。 我懒得和公婆争辩,就和童军闹。 我只提两个要求,一是,十万块钱连本带利必须还我,二,公婆必须向我道歉。 第一个要求就满足不了。 童军先是找公婆要钱,几次之后,她也败了,商量我说,小童,这十万块钱就算了吧,都是一家人,分什么你的我的。 说句实在话,我爸妈的一切将来还不都是我们的,让我受尽委屈不说,连钱也不还了。 我气到无语,童军见我对此事总是不依不饶,也有些烦躁,嫌我格局小,不以家庭和谐为重。 转眼中秋节,童军让我去婆家吃饭,我没去。 婆婆气得暴跳如雷,说我没有家教,不是省油的灯,逼童军和我离婚。 我和童军开始分居,分居第三周的那个周末,是我的生日。 童军为我买了生日礼物,亲手做了一桌的好饭,声泪俱下,祈求我的原谅。 说公公有严重的胃病,婆婆有肾病,她也很难做。 看着我受委屈,她万分心疼。 她向我保证,一定努力工作,争取加薪,把十万块钱连本带息给我补上。 以后,绝对不再让我受一丝委屈。 望着心爱的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,我的心揪紧在一起。 那晚,我原谅了她。 谁知道,当晚,公公就在家族群里颠倒黑白骂我。 童军这次跟我站在同一阵营,但遭到了所有亲友的斥责。 说她娶了媳妇忘了本,嫌我根本没有把婆家当一家人,竟然敢诋毁公公的人品。 总之,各种刺耳的声音。 我觉得特别搞笑。 这些亲友,只凭公公的一面之词,便给我贴上了蛇仙女、恶媳妇的标签。 童军的电话被打爆了,都斥责她和媳妇联手欺负自己父母。 公公更是适时住了院,不仅未病复发,还检查出了心脏病。 大家对我更加憎恨。 我再一次和童军分居,并提出了离婚。 童军不允,说哪怕全家人都反对,他也要和我白头偕老。 我深知,在童家人不容我的前提下,哪怕童军再爱我护我,婚姻生活也不会幸福。 童军无奈下答应与我离婚。 离婚前一天,我突然接到出差的任务,离婚的事只能暂时搁浅。 在外地的那段日子,起先我还为自己短暂的婚姻而悲伤,担心离异后会遭受别人的白眼。 细细思量后,我想通了,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,及时止损才是明智的选择。 至于别人的白眼,他白他的,我活我的。 用同事的话,生活是自己的,面子也是自己的,何必看别人脸色度日。 我是准备回来第二天就离婚的,可我万万没有想到,童军竟然手捧鲜花来接机。 他直接把我接去酒店,说要为我接风洗尘。 让我更加震惊的是,公婆已经在包厢等我了。 这是要玩哪一出? 我正要转身离去,婆婆快不过来握着我的手,泪眼婆娑地说, 小童,以前都是妈不好,妈郑重,给你道歉。 说完,婆婆从包里拿出一个首饰盒,里面躺着一个大金镯子。 我顿时心里发毛,我倒要看看他们闹什么幺蛾子。 我只顾低头吃饭,听他们洋装欢声笑语。 快吃饱时,婆婆咳嗽一声,终于切入正题。 原来我表哥的岳父上周调入童军的公司,主管人事,童军也是两天前才知道的。 我说,公婆态度怎么会180度大转弯,原来是为了童军的前途。 席间,公婆先后去卫生间,我和童军两两相望。 童军脸色尴尬,解释说是婆婆非要这么做,她没拦住。 我不动声色地笑了,想让我在同一个地方跌跟头,以为我真傻呀。 我已去卫生间,唯有准备离开。 走廊拐角处,我看见公婆正望着窗外在愉快交谈。 我不想和他们打招呼,决定坐另一侧的电梯离开。 经过他们附近时,我听见公公问,你真打算阻止他们离婚。 婆婆不屑地说,先稳住她再说,儿子的前途要紧。 等童军升职了,有底气了再逼她离婚。 公公乐得竖起大拇指,别说,你就是聪明。 没有你的绝招,那十万块钱彩礼还真要不回来呢。 我不是没怀疑过他们蓄谋恶意,骗回彩礼前, 但没想到他们的做法竟然如此令人恶心。 甚至不惜编造公公出轨的故事。 轻轻走到公婆面前,我扬了扬手里的手机。 很快,他们谈话的内容就会传遍所有亲戚。 民政局门口,童军脸色沧桑,声音嘶哑告诉我, 他绝对没有参与公婆的欺骗行为。 因为他爸确实曾经出过轨,他以为一切都是真的。 此刻,我没有兴趣知道童军是否在欺骗我, 只是拿着离婚证毅然转身离去。 婚礼上美好坚定的誓言还在眼前, 如今却已经物是人非。 有人说,我错在没有心眼,才会被公婆欺骗。 也有人说,我错在婚前没有看清这家人的真面目, 才会被各种拿捏。 我到底错在哪里呢?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。